在此 所渡聚集全國檔案管理界的精英 召開聯討會 內心感到非常榮幸 各位在此 參與兩篇的議程 熱烈討論我國未來檔案管理發展策略 提出具體 宏觀與前瞻的建議 相信對我國檔案管理施政必有相當的注意 對於大家的辛勞付出與奉獻 各位也要藉此機會 代表習政院向大家表達由衷感謝之意 檔案是全民共同的珍貴之產 更是執政者向歷史負責的紀錄與檢驗 因此 檔案的頭善保存已完異地非凡 尤其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下 知性公開是一股不可為例的趨勢 政府更應該積極主動將知性公開化跟特別化 以保障 以保障民眾施的權利 回顧相繼公布施行 民眾一往向行駐機關 升級警工 警工 機關內吊吊吊吊吊吊吊的途徑 此外 國國已經在今年 加持是以國國 不論是公司部員的檔案接軌的相關課題 今天 習政院研考研討會的目的就是要 廣納檔案管理界的接一的意見跟智慧 允許共識 共同建構 有序國國的經驗 更要積極提供 主動提供 以及辯解的檔案知性公布 滿足國員的需求 進入締造檔案豐富的利用價值